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科技跌,納子跌,劫後餘薪,科技股增定去留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155點,收報24313,成交就縮到接近1000億 只是1038億,港股近期都是繼續天軟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科技股跌,引起很多大家擔心 會不會是被股包包 搞到今天內地的股市走勢都不一般 特別是深圳創業版指數都跌穿了前浪底 其實昨天已經跌穿了,今天進一步下跌 幸好恆子都暫時還是守住在24000關之上 但是整體那個偏遠的走勢是不變的 其實早前跌穿了這個8月20日低位 24600區的時候已經轉了紅燈,短線轉了紅燈 現在進一步下跌,但是還未跌穿24167 可以說是這兩三個月以來的低位 大概24100區,因為這一邊是低一點的 這裡是24121,所以當它24100區 如果真是收於旗下的話,中線都會轉紅燈 這個過去幾次跟大家分析過大市的時候都有講到 好了,成交低不斷滾下來 其實這裡可以說是一個整顧的期間 香港除了7月初的時候衝過上去一陣很短時間之外 其實整體就沒有怎麼升過 所以這個是有跌大跌幅就不算真的很驚人 相反,納子就連續幾天急跌一成 科技股急跌,注意納子 在星期三的時候,曾經是跌穿過上升軌的 這個是短期上升軌 其實長期那條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一路引申上來都是這個 跌穿過上升軌 不過這樣,跌穿一天,又收回在其上了 即是昨晚星期三的時候收回到上高 星期二的時候跌穿過 收回到其上的話 反映出這一天,那個跌下來 就沒有確認到那個跌勢的 也都可能是一個假跌破 也都沒有頂 所以今天的題目就是,納子跌,劫後如生 因為這個跌是一個劫,一定是 也都有一個反彈,所以劫後如生 究竟有沒有可能進一步反彈,還是再下 我覺得大家無需要太過猜 因為其實這兩天自然就發到那個方向 與其是猜它怎樣 不如想一下怎樣做 即是科技股怎定去留 今天的題目 怎樣定去留呢 如果它進一步下跌,跌穿10837 收在旗下 收在10837之下 即是星期二的低位之下 那短線肯定淡 現在這一天 暫時來看 在這一條上升軌跌了 穿過又上回去 現在來說是一個假跌破 但是如果再跌,再穿的話 收在旗下的話 那就不是假跌破了 不單止10837 和之前這個前浪底10762 或者之前這兩天的高位 即是7月21號這些高位 10839 10837 這裡打橫這條水平線 如果真是再跌穿它下來 特別是跌穿10762 收在旗下的話 那不用說了 沒有鞋玩劇走了 大家 這個肯定是跌勢已成 OK 所以 現在來看 很簡單 看著這個 叫做1088區就行了 收在旗下的話 就是弱 不收在旗下呢 那是什麼 那是假跌破 假跌破的話 那就有機會 慢慢慢慢押上去 好了 那做一下假設 如果假設 它真是跌破的 應該一兩天之內 最遲最遲 下個星期初都要跌穿1088區 甚至10762 應該要跌穿的 一跌穿 好了 大家不要在這裏 再眷戀 科技股 因為短期 就會進一步下跌的了 那就是一個 比較急的跌浪 因為這裏大概跌了一成 下來 反彈完再下的話 那你就要 預計它 可能跌到去一萬邊的了 跌到一萬邊 雖然長線來看 跌到一萬邊 都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你想想 由六千幾點 我拉長一點給大家看 之前這裏 六千幾點 這一天 三月二十三號低位 6631 6631 升上來 去到12000 差不多一倍了 那然後回回去 如果回回去 大概一萬關那裏 一萬點這個水平 都很正常的 不是說 跌得很多的 因為你升了這麼多 其實跌了大概可能三分之一 是一個合理的回套 但是你由 現在一萬一千幾跌下去 就很傷 都很傷 所以如果跌穿10762 收在旗下 當它10800區這些 收在旗下的話 就要走的了 不要短線 不要再在這裏 那 就有機會 壓下壓下 沿著 就是 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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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可能彈一彈 又再下 又再下 但是又是不跌穿的話 死不去 死不去 這樣呢 拖到多少呢 最主要就是要拖到去 下個星期五 18號 為什麼要拖到那一天呢 因為那一天 是美股的四權結算日 那 現在經常都說 大家都說 是因為 什麼搞到市 衝上去 是因為 這個軟銀呢 就買了很多期權 這樣 接著托高 就是買著個 call的期權 接著就出這個現貨 訂那些現貨 因為那個call 就可以protect 如果萬一它 沽了現貨 繼續升的話 它就可以用那個期權來 賺錢 那 為什麼它又要出貨啊 因為其實它見升了很多 所以就買一些期權 然後沽現貨 那如果是這樣 其實呢 最大的那個 影響呢 就是 到期 那 除非你說它買那些期權 是很遠期的 因為現在沒有報道說 究竟買什麼時候的 一般來說 就沒有理由買到很遠的 因為其實都是要保障 應該都是短期 因為沒有人 買期權 你去買到七年 這樣就來保障的嘛 不知道 當然 我的假設 就是它 其實是買 主力 是買這個 星期五到期 下個星期五 十八號到期 四重結算 當天 到期的期權 那如果那些期權 呢 到期了之後 expire之後 這個影響就會小一點 因為它要出的貨都沽了 那就是protection 來的而已 到它出的貨如果真的沽了之後 沽壓就會輕了 OK 那所以如果它不跌穿 這陣子不跌穿的話 捱著捱著捱著捱到九月十八號 這樣就有轉機了 這樣就有機會 就是捱著捱著捱著 消化了這個 好急的 就是升得太多 吐出來 蛤出來的 這些這樣的跌浪之後呢 就有機會 做好一點 真是逐點這樣說 我上次都用這個比喻的了 就是你吃得太飽 是要去捱一下的了 那現在捱 你不知道捱青味的 是不是 那你要觀察它 觀察它 究竟捱青味 萬一跌穿了 10762 10837 這些收藉期下 即是還沒捱青 還沒捱青你就猜它要再捱 再一射 就一萬了 所以如果真的跌穿的話 那就要小心 要走 短期的避 好了萬一 它不跌穿 即是有機會捱青 只是肚痛一下 即是我不出了 這樣的話 那你捱一下捱一下 捱到去幾時呢 捱到去就是 9月18日期權 結算了之後呢 就有機會有轉機 那我這個假設了 好了 那美股那邊講完就是這樣 那看完最重要的那隻美股先 就是蘋果 因為這隻科技股的股王 其實距離那個3月升上來的上升軌 目前就很遠的 即是不排除 是會再跌 但其實呢 就真的還沒失手 那些很重要的技術位 這些是一個 合理的調整來的 但當然啦 合理的調整都好 都可以是 即是輸死人的 所以大家呢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都是要看著 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呢 就大概110元 跌穿110元呢 短線是要避 但是 真正的支持位在哪裏呢 看不看得到很多個裂口 看不看得到 這個上升軌 起碼一條上升軌 要跌穿 真正的支持位 就是這個密集區 這個密集區 密集區底部 其實是89元 89.15元 哇 那現在成117元 距離89 很遠的嘛 所以萬一如果跌穿呢 這天的低位呢 110元呢 那是要先走的 那 沒有辦法的 如果它跌穿 即是剛才的比喻都說 即是未撒清 未撒清的話 要撒的話 就要再嘗一下 那 那 現在 誰知道它撒清未 都是要觀察著 那如果它一直拖著 可以拖到下個 星期五 都不跌 即是四重結算日 之後都不跌的話 那就是有轉機了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了 那香港那方面是怎樣呢 ATMX ATMX 第一隻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我用A B C 3 就是來分 A是什麼呢 IM 目標 或者target 就是 B 就是這個 就是可以買入位 C就是cut loss的位 那 很簡單 如果你還要想拼搏的話 就去靠近這個 B位 就是 昨天 星期三的低位 去嘗試拼搏 如果你不拼搏 當然不用管 那指示位在哪裏呢 你要不就用昨天的短線的位 用昨天的作為指示位 要不就看C位 cut loss位 好嗎 如果還想拼搏的話 就在B位那裏 可以拼搏少少 小注試一下 那 用C位做指示位 OK 那好了 B位是多少 阿里巴巴昨天最低位呢 是大概258元 那你大概260之下呢 想可以拼搏小注的話 目標上回去之前前浪頂 A位呢 就是290多元 那你290 260 拼搏290 那C位指示是多少 C位就是231 230 那直拼率高不高 不高的 因為已經升了上去 大氣 就是叫做1比1 260 說以下買 看290 那下面230左右 指示1比1 那這個直拼率不算高 所以 不拼搏的話 都沒有問題 因為直拼率不算很高 好了 ATMX T呢 就直拼率高少少 但是也都要和大家說一下 T呢 為什麼會直拼率高呢 就是騰訊 就是因為短期可能會被特朗普搞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他那個recheck 就是 特朗普 很可能會在9月 會宣佈究竟怎麼搞的 那他直拼率高一些的 就是因為呢 其實現在506元 之前前浪底 就是這個 499.4 那 那 這個是短線cut loss 位來的 那你跌下去 很接近的 如果你現在 就是很 很少的 如果要輸的話 都是 就算你說用到 是中期這個cut loss 位 這個位都是481 那都是20元左右 搏就搏是 即是你500元邊的話 你就搏上去 550 560 上次這裏跟大家說過一次 其實上回去這裏 就搏過一次 搏過一次之後 現在第二次大家搏不搏呢 那 我覺得可以 一點點少去試一下 因為直拼率比較高 但是再重申一次 直拼率比較高 但是風險 這次是比較大的 因為這次是可能會被人搞的 可能會跌穿的 所以 這次的策略 你B位 是反而變成 買入的位的 就是cut loss的位 就放到481 目標位也是 衝上去上高的水平 好嗎 那 AT之後 M 美團 美團的直拼率 就 介乎剛才那兩隻中間 那 那 這隻股呢 昨天 星期三的低位 就大概是227元 就是230元之下 就可以想想 可以想想 那 目標位呢 就大概280元 那你230元之下買 當它230 如果上高上望280 就50元 那 那下面cut loss 就大概 200元 這個202 大概200元 那 那所以呢 就30元薄50元 那 叫做 是好少少 就是在 剛才那兩隻股的中間 就是 直拼率這樣算 好了 跟著 小米 ATMS 小米呢 這隻股呢 直拼率都可以的 都不錯的 那 這個昨天的低位呢 就大概是 20元 9毫半 即是21元 那些水平 21元 或以下 那可以想想 那cut loss 位呢 這裡有個上升裂口 如果收在上升裂口之下 都是 差的了 那這個 這個上升裂口呢 就是在 19.18元 即是大概19元 之下 就止虧 那你21元 19元 即是2元 就止虧了 目標呢 就上回 如果前浪頂呢 就大概26.9毫半 即是27元 左右 那你21元 去到接近27元 又差不多6元 那下面就2元 就輸 那這個直拼率是挺好的 不過這樣 這個 這個 逢是直拼率高一點的股份 就好像騰訊那樣 都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不是說他真的有問題 是有個風險在那裡 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 他印度市場的 會不會有中印之間 近來有些衝突 所以搞到呢 他又 有些影響 那大家要注意這個波 是不是 所以 現實上來說 幾隻 是各自有不同的風險回報 你自己要衡量自己 如果你說 你什麼都不想搞 現在 不如等一下 看一下美股 過了下個禮拜五 才再決定 這樣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 如果你保守型投資者 那就不要 現在不要出手了 等到下個禮拜五 四重結算之後 才再作打算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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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led 谢谢大家